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登场四班千二米,今晚的另一组,也是三千的头关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点,快乐、欢腾、极爽 中间的铭记之心都快 我当你有一只零距离 然后六三那一匹暂时是巴基勇士说 他的马退得很紧要的初出马,简单精彩 看看前面那些,我当来的马还有电讯标马 和另一匹初出马的好拍档 后一层的马,阳明亮亮,Mate 5左右 接着的马还有全力冲 然后才看到暂时雪战神区比较执书 在他前小小的那只欢乐一生 远远代后那只暂时乱晒龙的那只简单精彩 上大石斜坡的时候,快乐、欢腾带了头 颇着第二只,零距离 铁蓝第三名记之心已经霸出了一个好位 反而电讯标马走外叠 然后好拍档已经开始退,内档极爽,喜势期 接着还有巴基勇士,杨明亮亮,全力冲 雪战神区还很厚,扔出大个档欢乐一生 远远代后那只简单精彩 前面快乐、欢腾走得快好世界了 带着过几码位,追着他暂时得铭记之心 零距离都均速一点,后面电讯标马不多 反而外档那对比较似样 杨明亮亮和雪战神区现在先身 最后几步的时候快乐、欢腾有点转弱 外档那对比较厲害,雪战神区 一支战金标上来赢了这场赛事 杨明亮亮都后上拿了Q 第三名是快乐、欢腾,第四名是零距离 雪战神区上一次赢在重化赢 好像都两季有多了 其实打算重化赢完之后 那次应该还有一些进步 结果没有 那些分率当然都减了很多 不过今场他形势都不太好 直到直路都还要找个位置 那个位置还不像叫倒的 还挺惊吓的 叫倒还要过一轮才放得正 才发得到力 幸好这组对手其实是挺弱的 正确的就阳明亮亮 不过没有分 因为今季已经两达了 但他还交了Q 算是这样的了 那你快乐、欢腾那些 上一次都放在前面 回来都散了 今场也叫做第三 现在他真的难以估计 真是 不过那只简单精彩 真的完全没有水彩 还乱了农 其实黎杂那些都试得很差 不过他之前在重化合格了 让他跑 重化试了两次杂 那些是四五只马 那些是小马 四只马跑第四 合格了 不过这场你说说失望 是否冥记之心失望 居然连距离都过不了 结果是 上次都失望 这次好像还差了一点 要再衡量一下这只马 上次都给他一些借口 走外叠舌 今次今晚这些位置都很棒了 我常常说冷门马房 冷门马房 鞋首飞传奇 今晚都没了 过何竞筑的数量场 搞到二十多倍 今天就来 不过落飞落到只有九倍 好,看看第三名照片 放头回来的化乐 欢腾顶到的 第四名就是零距离 分调时间 头段23秒95 第段22秒65 末段23秒88 总时间1分10秒48 我想冥记之心又不会很厉害 不过你初出跑了几十倍 跑了个冷位 接着两次都大热门来的 既然不是很厉害的 大热门当然是麻烦些 那步下步下有些分头 又减少分 又有些分头会封回一场 也会的 即是可以赢在四八 也不会很高 可能就是他那场上名 就比较亮眼 觉得马仔细小 又多肯在马中间走上来 打算是斗心挺好的马 但又可能小颗 有时埋伸肉搏的时候 会产底一点 你今场他在赚出来的时候 跟那只零距离 都是有点点喊财 我想可能对这些小只的马 有这样的情况 对他影响大一点 那就看看吧 如果真的要赢的话 因为他四岁了 他都现在是 希望再进步一点 因为今天已经跟到 即是难得在七档上 埋来霸到一个好位 但零距离都过不了 因为零距离 在我眼中还要一些时间 这场都是有点失望的 至于跑到都很暖龙 那只简单精彩 表现不能接受 要在转弯途程上 试集合格 通过兽医检验 才可以再跑 其实这些重化试集 当是合格出来跑 是不是应该要在 沙田试一下才行 这些马 根本完全是乱狼 沙田马多的场合试 可能看到那只马 会不会怯 这场可能觉得 他在马群中间有点害 试过 沙田不是试得很差